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是中美洲各国甘菊产业的缩影 由此可知 健康种苗在黄龙病防治计划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因此 国合会导入台湾的健康种苗生产技术 建立管理的SOB 掌握每一个环节 来确保种苗在安全的环境下生长 从根本避免牧师及其他病虫害 我们希望透过健康种苗的生产 红果 柑橘农民都使用健康种苗 不要再使用生病的种苗 也因为台湾的技术挂保证 农民可以安心使用 七位新庄高中的女学生 日前把她们留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长发 捐给了癌症基金会 这一项公益减法的活动 也希望可以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帮助有需要的人 新北市立新庄高中 成年礼仪减活动 这次活动共有七位高三学姐 愿意将留了十九的头发 捐给癌症基金会 上次圣诞节前期的时候 我捐了五十公分 那是捐给癌症基金会 那我现在又来捐 对许多女孩来说 捐出自己留了十九的头发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捐下多年的长发之前 心中难免有些紧张 但这些高三学姐 却勇于踏出了嘴部 年轻人愿意参加这样的 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我满值得年轻人 多做一些类似这样的事情 你可以帮助那些 真正有需要的人 因为你留着它 你也没什么用 然后你每次分次捐 也就是就这样没了 你不如就是把它留起来 然后给他们 这样感觉还比较有用 当这些头发被剪下来的时候 比起后悔的表情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面露满足 或许这个活动 对一般人来说 仅仅是一个捐法的活动 但对这些高三学姐来说 这是一个脱离未成年的自己 迈向崭新未来的开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